好 接著第30 這是《蘇倫訓》的《毋日》 《毋日》24章就講到《毋日》的宣兆 《毋日》發生的事 《善復與阿伯》的報應 一講就講到 喂喂喂 要摸一聲我發 《毋日》發生的事 《善復與阿伯》的報應 《毋日》25章 《毋日》的報應 《毋日》發生的事 因為《毋日》發生的 審判了他 《毋日》發生的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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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告訴了 《毋日》發生的事 不過《毋日》發生的事 立即討論 看來不上來 它被討論不上 這是基督 就討論了他 好 以上的事 是主題式 給大家知道《四川》裡面 說的論文 現在就順序看下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